嗨大家,我是圆圆 圆圆又要开更背单词的这一期视频了 因为感觉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系列的课程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词呢是 Easy Dation Easy Dation 犹豫 那么这个单词开篇的R是不发音的 也正因如此 我们其实在用到这个单词的时候 通常都是要连诵的 比如说 Easy Dation 我们不会说 La Easy Dation 我们会直接缩合成 Easy Dation 第一个句子 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I la di we Song so qe ne Easy Dation 在这里啊 我们其实是遇到了一个常用的结构 Song so qe ne Easy Dation 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 还经常会看到 Song so qe ne Problem 没有任何问题 Song so qe ne Difficulty 没有任何困难 当然呢 也有朋友会说到 这个 其实这个 OQ呢 说意思上 跟Song是有一点点重复 但是呢 这个表达方式 确实收入在字典里面的 而且日常生活中 你会经常听到 E la di we Song so qe ne Easy Dation 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下面一个句子 在犹豫了很久之后 我们终于决定了 Après de longue Easy Dation Nous avons Finalement Decider 这个位置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又出现了 比较有名的这个 形容词 复述 放在名词之前 我们这个时候呢 前面的 不定形容词 会变成 所以我们会有 Après de longue Easy Dation 经过了 很长的 犹豫之后 Après de longue Easy Dation Nous avons Finalement Decider 下面一个单词 Responsabilité Responsabilité 责任 La responsabilité 是一个阴性的 大家可以发现 以E AQ 结尾 这些个名词 基本上都是阴性的 比如说 La responsabilité La difficulté 第一个句子 它是国家元首 它的责任很重 Il est Le chef De l'Etat Il a De lourdes Responsabilité 这里啊 就像上个句子里面 一样 我们也有这种 形容词 Fushu 出现在名词之前 Lourdes 是Fushu 对吗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就说的 Il a De lourdes Responsabilité Il est Chef De l'Etat Il a De lourdes Responsabilité 第二个句子 我会对我做的事情 负责任 当然呢 我也会选择 对我来说 最合适的 那个选项 Je prends mes responsabilités et je fais le choix qui me convienne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 表达方式叫做 Prendre ses responsabilités 就是对自己做的事情 负责任的意思 Je prends mes responsabilités et je fais le choix qui me convienne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我一个句子里面 不只是讲着一个单词 因为你讲句子嘛 会有很多其他的单词 如果遇到的话 有合适的 我可以大家顺便的讲一下 比如这 qui me convienne 里面这个 convienne 是动词 convenir convenir 就是前面有个con 后面是来venir 那个单词 这个单词的意思呢 是适合谁谁谁 比如说这个东西很适合我 我就可以说 il me convienne il me convienne 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这个单词后面是venir 所以他在变位的时候 他基本遵照了venir的变位方法 那么如果我说他来 我会说il vient 那么他适合我 我就会说 il me convienne je prends mes responsabilités et je fais les choix qui me convienne 下面呢 是一个名词的 此组 我们有 le bras d'oie le bras d'oie 字面意义上呢 它是 右臂 右面的胳膊 但是呢 它还有一个隐身的意义 就是 某人不可缺少的助手 可以用中文把它翻译成为 左膀 左膀右臂 当然我是说 隐身意 它执意的意义就是右臂 比如说 我们看第一个句子 Sophie已经成为领导的得力助手 或者是不可或缺的帮手 我们就可以这样讲 Sophie est devenu le bras d'oie du directeur Sophie est devenu le bras d'oie du directeur 下面一个句子 她的右臂下夹着一个挺大的钱包 大家看我 就是说完中文之后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法文应该怎么讲 然后呢 试着说一下 看看跟我说的有什么区别 她的右臂之下呢 夹着一个挺大的钱包 我可以这样说 il portait sous le bras d'oie un assez gros portefeuille il portait sous le bras d'oie un assez gros portefeuille 那有的同学就会问我说 为什么这个位置上 sous le bras 它竟然是放在了动词变位之后 还有直接变位之前啊 其实法文中有一个不成功的规定啊 就是谁短谁放在前面 比如说这个 sous le bras 要比un assez gros portefeuille 要短一些 那这样我们就把短的放在前面 目的是呢 让这个整个的短语全貌 快速的给大家呈现出来啊 Il portait sous le bras d'oie un assez gros portefeuille 下面一个单词 第一个句词 这个呢是Joel和他的合伙人的办公室 很简单对吗 谁谁谁的办公室是 我们有两个主人 所以我们要分别在每个主人之前 填上2 下面一个句词 你的项目很优秀 你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合作伙伴 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项目是要开公司的 我们就可以说 在这里的 我们放在 第五个单词 这个句子里面的谈话 你很显然看到的是一个动词 但是我给的谈话是一个名词 我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借助于动词 在这里呢 我们就用avoir就好了 你可以说 下面一个句子 您的通话将被保存在 Document Zoom 这个文件夹中 当然Zoom非常流行 对吗 这里呢 我们说的通话 其实是我们一次视频通话 这个视频通话呢 将会被保存在这个文件夹中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读到的一句话 在这里的通话 我们就也是可以使用 Conversation 然后保存在英文的那个 Save 我们在法文中就说 Sauvegarder OK OK Votre conversation sera sauvegarder dans le dossier Document Zoom 这里的Dossier呢 是文件夹的意思 那文件夹中是什么呢 是Fichier 大家记一下就好了 以后有机会 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Fichier Fichier 那么有法文操作系统的朋友 应该可以看得到这个单词 Create Unfichier 创建 一个新的文件 那么Create Un dossier 就是创建 一个新的文件夹 第六个单词 Plaizir Plaizir 这个单词 其实很久之前 我们就已经用到过了 比如说我们 第一个句子 我们有这个 和朋友一起 看一部有趣的电影 是很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这样讲 Ca fait plaisir de regarder un film intéressant avec ton ami 这种名词 因为Fichier 是一个直接级 有动词了 对吗 Ca fait plaisir de regarder un film intéressant avec un ami 下一个句子 他在这个小游戏中 获得了极大的乐趣 获得乐趣 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 固定答配叫做 Prendre plaisir à Il prend plaisir à 那么在这里呢 他说他在这个小游戏中 获得了极大的乐趣 我们就又有一个 另外的固定表达方式 叫做 Prendre un plaisir fou 就是获得极大的乐趣 Il prend un plaisir fou à ce petit jeu Il prend un plaisir fou à ce petit jeu 他在这个小游戏中 获得了极大的乐趣 固定表达方式 下一个单词 Standardiste 电话 接线员 就是日常生活中 我们打电话 去给一个公司啊 打电话 先到了是 前台 对吗 然后前台呢 会负责 把这个电话 转给合适的人 Standardiste 一般来说呢 只有公司稍稍 有一点点规模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 总级界线员啊 所以我们经常会问啊 你们公司 有没有总级界线员啊 很简单 这个句子就不再多说了 下一个句子 我喜欢在无聊的时候 跟界线员聊聊天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又可以使用一下 刚学的那个表达方式 叫做 prendre plaisir à faire quelque chose 我可以这样讲 je prends plaisir à parler avec un standartiste quand je suis ennuyée je prends plaisir à parler avec un standartiste quand je suis ennuyée ennuyée 其实是 动词 使 谁谁谁 厌倦 这个单词 的过去分词 所以我们说 主人公 被搞得烦了 我们能不能说 je suis ennuyée 不太好啊 一般来说呢 ennuyée ennuyant 都是 让别人 去讨厌 所以你可以说 je suis ennuyée et cette chose est ennuyée ça va 所以我们 一般不会说 je suis ennuyée 好 下面一个 humeur humeur 心情 humeur 那他今天心情 是不错的 常用的表达方式 大家可以试着说一下 il est de bonne humeur aujourd'hui humeur 是开头的 他是要进行 联诵的 être de bonne humeur 是一个固定的 表达方式 是他心情 不错 你说为什么 être后面 可以加 de呢 其实大家 这个不难理解 être后面 可以加 借此引导的端语 比如说 je suis du restaurant 所以这里呢 加 de bonne humeur 也是天经地义的 il est de bonne humeur 意思是 他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如果我说 这个东西 可以让我心情不错 可以给我好心情 我就没有再强调 一个状态了 我在强调 的是一个动作 对吗 我们就可以说 Mozart me met de bonne humeur 莫扎特 会让我的心情很好 Mozart me met de bonne humeur 所以呢 很多表达方式里面 我们在说 正处于怎样的状态 我们会用 être 比如说 je suis en colère 我现在很生气 但是如果我想说 他让我生气了 我就可以讲 il me met en colère il me met en colère 他让我生气了 他惹我生气了 下面一个单词 en rayon de lumières 一束光 en rayon de lumières 他看到门下 有一束光 elle voit un rayon de lumières sous la porte elle voit un rayon de lumières sous la porte 什么是门下 有一束光 如果有光 特别是外面 也很黑 但是屋子里面 光是亮着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门下面有一条光线 对吗 所以我们可以说 elle voit en rayon de lumières sous la porte 他看到门下 是有光透过来的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句子 我们说 这不是乌托邦 你已经可以看到 一线曙光了 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想象到 en rayon de lumières 除了可以做光线 我们还可以做 隐身意义的那种 希望 希望的曙光 在这里叫 outroban 在法文中 有专门的单词 叫做utopie une utopie 你可以这样讲 ce n'est pas une utopie et le notre voit déjà en rayon de lumières 这不是乌托邦 utopie 那在这个地方 我用的动词 不是voir 我用的是entrevoir 跟voir有什么区别呢 entrevoir 意思是隐约看见 是不是很好理解呢 entrevoir 有的时候看得到 有的时候看不到 ce n'est pas une utopie et le notre voit déjà en rayon de lumières 下一个单词 ce n'est pas une utopie ce n'est pas une utopie faisons venir 对吧 il était en serrurier 但是呢 在这里呢 原来用了另外一个表达方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用的动词 exerci exerci 是从事 你可以说从事 因为本身呢 它还有 练习训练的意思 比如说 exerci son corps 是锻炼 它的身体 但是呢 大家也要记得 exerci 也有说 从事 某种 职业的意思 所以呢 在这里 我们就用了 这个单词 我们怎么说呢 à l'époque il exerci le métier du serrurier 这个地方 我们就用了 exerci 下一个单词 malaise malaise 身体的不适 malaise 它其实是可以一种 就是急性病的发作 可以直接去理解 成这个样子 也可以理解成为 精神的不适 总而言之 这个不适的范围 还是蛮广的 比如说 我们可以讲 那它不舒服了 它有心脏病发作了 我们就可以说 il a eu un malaise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malaise是 e结尾的 但是它却是一个 阳性的单词 il a eu un malaise il a eu mal au coeur il a eu un malaise il a eu mal au coeur 下面一个句子 它感到一种 莫名的不安 莫名的 这个单词 其实我们在这里 也可以先说一下 叫做 inexplicable inexplicable expliqui 是解释 explicable 是可以解释的 如果我们在前面 加上一个 in 就变成了 inexplicable 不能解释的 就是莫名的 无法解释的 它感受到 感受怎么说呢 你可以说 santir 可以吗 可不可以说 santir呢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用的是另外一个单词 叫做 re sentire 那么这个 re sentire 比santire的感觉 要更深入 比如说 在这里 re sentire就是感受 你能感受到内心 深处的一种感觉 而santire呢 我们通常来说 不是心灵层面的 你可以说 je sent la chaleur 我感受到了 热 热量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加上re的 词头 就会有一种 深入的感觉 elle ressent en malais inexplicable 它感受到 一种莫名的不安 elle ressent en malais inexplicable 下面一个单词 maladie maladie 病 疾病 也很常用的一个单词 对吗 我说 Sophie有心脏病 感觉Sophie是我的 专有魔头 几乎所有的 例子都是拿 Sophie和Joyle 两个人来去答 Sophie有心脏病 怎么说有呢 我们可以使用 经常表达 疾病的一个单词 叫做 soufrir 意思是 承受 那么我们在表示 疾病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跟 de一起搭配 soufrir de quelque maladie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讲 Sophie soufre d'une maladie du coeur Sophie soufre d'une maladie du coeur 下面一个句子 我们说 这个药啊 可以治疗 一切精神类的疾病 药 是 medicamon 我记得 我之前 在法国第一次 去药店买药的时候 我就直译了 英文的 medicine medicine是 药的意思 我就认为 法文中呢 medicine也是 药的意思 结果 药店里的人 跟我说 你不能买 medicine 因为medicine是 医生 你要买的是 medicament ce medicament 可以治疗 精神病 guérir 治愈 治愈 ce medicament peut guérir peut guérir les maladies mortales ce medicament peut guérir toutes les maladies mortales 下一个单词 commercial commercial 推销员 销售 商务人员 比如说 他带着 一个推销员 过来了 我们就可以说 你可以直接用 avec 对吗 你也可以说什么 除了avec 我们在这里 再教给大家 一个新的词组 叫做 en compagnie de 它是一个 借词短语 就是整个 三个单词 合起来 做一个借词 分析一下的话 就是处于 处于怎样 处于谁谁谁到 陪伴下 compagnie 就是陪伴的意思 il est venu en compagnie de commercial 他带着一个 推销员过来了 他在推销员的 陪伴下来了 他雇了推销员 去招揽顾客 招揽顾客 是推销员 经常去做的事情 这个单词叫做 prospecte prospecte 固定的搭配 那么prospecte 本身呢 它有一种 侦查的感觉 侦查 仔细的 勘查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 prospecte les clients 就好像派出去 一个地区的 勘查员一样 给你 开发 顾客 这是我们 在销售的课程里面 经常会用的一个单词 雇用了推销员 招揽顾客 il a enpouché des commerciaux pour prospecte des clients 他雇用了推销员 去招揽顾客 这个地方呢 commercial的 复述 我变成了 commercier commercier 下一个单词 prospecte 小心 prospecte 首先第一个句子 谨慎 起见 我提前一个小时到了 谨慎起见呢 就是由于 出于谨慎 我们在这个时候 经常会用一个 借词叫做 par 谨慎 是一个 不可数的抽象的名词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使用 par prudence 中间不需要 添加任何的限定词 针对于一些抽象的名词 我们经常会发现 这样的用法 par prudence 我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 je suis arrivé une heure à l'avance une heure à l'avance 提前一小时 提前两小时 是 deux heures à l'avance par prudence je suis arrivé une heure à l'avance 下一个句子 他们进入机场的时候啊 非常小心 在这里我又给大家 用了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在 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们会讲到 在这里只是 提前说一下 叫做 pénétré pénétré 当然你可以直接使用 entré bénétré 是进入 他们小心翼翼的 进入机场 不被人发现 我们可以这样讲 il pénètre dang l'aéroport avec la plus grande prudence il pénètre dang l'aéroport avec la plus grande prudence avec la plus grande prudence 可以当成固定的 表达方式 小心翼翼 avec la plus grande prudence calme 平静 平静 我喜欢大海的平静 我可以这样讲 j'aime 他丢掉了 他的平静 就是大发雷霆 这样讲 听完这段对话 对话是我们今天刚学的一个单词 对吗 我们说 après avoir écouté cette conversation 他大发雷霆 il a perdu son calme 他失去了 他的 冷静 il a perdu son calme 那圆圆呢 未来还会继续再做这个系列的更新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呢 欢迎给圆圆留言 那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课程再见吧 感谢大家